聲音要清脆 清脆的聲音就代表榴槤是好吃的 清脆 現在要來剖榴槤 嗚~~ 哇~~很美耶 這顏色 大家好 我是愛吃辣的馬鈴薯小姐彥玲 台灣有臭豆腐 馬來西亞有榴槤 榴槤是馬來西亞的水果之王 所以來馬來西亞就一定要來吃榴槤 我本身是榴槤的愛好者 所以我今天要帶大家去吃榴槤 哇~~這邊有好多的榴槤 還有榴槤白咖啡耶 連拉茶都有 連糕點也有 它甚至可以做成像伴手禮的 馬來西亞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有所謂的Durin Buffet 那我們等一下要問一下 Durin Buffet到底是怎麼算的呢 今天我們做的優惠是40塊一位 哦 40塊 然後我就是可以任選榴槤嗎 可以任選幾種啦 D7 D8 D15 D24 X5 剛才呢店員有解釋說 Durin Buffet呢就是 一個人40令吉 然後呢你可以吃到飽 但是呢建議大家不要浪費食物 就是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如果你想要吃品種比較好的 像貓山王啊 就建議大家就可以用單點的 因為單點的話呢 可以吃到品種比較好 然後又不會浪費食物 看榴槤不是單單在這裡 我可以看這裡 我可以看整個的 看這個 看這個 好 那我們就選這顆 這邊都是秤重量 然後呢再評量價格 怎麼分辨榴槤的好不好吃 是聲音要清脆對不對 對 聲音要清脆 喔 清脆的聲音 就代表榴槤是好吃的 清鮮 現在要來剖榴槤 嗚喔 哇 很美耶 這顏色 有附一個手套 就是你可以戴手套吃 以前我們的年代好像吃榴槤 是沒有戴手套的 可是現在人很注重衛生 就要戴手套 這是馬來西亞最頂級的 貓山王榴槤 價格呢 大概是 130令吉左右 對台灣的朋友 很多人很難想像 榴槤那個價格這麼高 最貴的水果吃過 就100多的 就是榴槤 建議大家 因為榴槤它是比較上火的 一種水果 所以呢 你們就可以點椰子水 或者是喝鹽水 就可以讓那個 身體比較不會這麼的上火 好 我要開始吃 傳說中的貓山王了 可是榴槤的季節最好 是6月到9月 我們常常吃飽 如果我們點Buffet的話 好像很浪費對不對 老闆有說吃不完要罰款喔 建議大家不要浪費食物 還是就是點你們最想吃的 就是品種好一點 超香的耶 可是有朋友說很臭 很濃郁 因為貓山王呢 榴槤的肉質非常的厚 你看喔 非常的香 然後非常的濃郁 非常好吃 其實拿來冰凍啊 就可以變成榴槤冰淇淋 種子那麼的小顆顆 就是它的肉這麼的大 所以其實也是滿划算的 就是物超出的吃 我阿嬤啊 它會做榴槤冰淇淋 超懷念的 其實有很多台灣朋友不敢吃榴槤 我都會建議他們 就是把榴槤放在冰箱 先冰鎮過後 再吃 口感非常好 吃完了 你看這一欄 其實我們只有吃一顆 但我們已經超飽 其實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有愛吃榴槤的 就是可以來買一下 真的一定要來吃榴槤 現在在這個地區啊 是叫做榴槤街 就有非常多榴槤灘 是有賣這種Durian Buffet 然後甚至是你也可以單點的 那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真的是太飽了 所以我們就沒有吃Buffet 如果有喜歡吃榴槤的 不妨來馬來馬來夏玩喔 來吃吃看馬來夏 到底好吃的榴槤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